我现在所在的中式建筑叫福州亭 建于2010年 位于西雅图南部港口城市 塔克马市的一处海滨公园 这个建筑是由中美工人 共同建设完成的 也是塔克马市和中国福州市 作为姊妹城市情谊的最好见证者 在美国当地人简称为亭的这个建筑里 我们见到了现任塔克马港口局长的康尼 1994年 塔克马市和福建福州市 正式结为了姊妹城市 当年康尼作为塔克马市市长的全权代表 在华盛顿州政府的支持下 亲自带队访问福州 康尼告诉我们 20多年前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主席 就到访过塔克马市 这就是在建筑里面的关系 建筑里面的关系 这是党主席习 这是在当时的总统总统 这次习主席访问西雅图 康尼女士作为老朋友 也将出席华盛顿州 为欢迎习主席在西雅图举行的晚宴 她也特别希望习主席 这次能来这个福州庭看看 我找到他其实非常嬉害 他笑着很容易 我们享受了我们的关系 I wanted to thank him for his support in making the Sister City arrangement happen because had he not been willing it wouldn't have happened and because it happened we have had this long-standing very successful and very mutually beneficial opportunity so if I were to see him you know I would have this much time I would want to thank him again